作詞 互動 王宇 作曲 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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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漫畫家裡榮姐 1661國姓來襲那本書 它最早看到的史料其實是從這本書開始 《佛羅魔殺 維城 悲劇》 那我當時第一次參加安古蘭漫畫展的時候 我畫的那個八月短篇 其實主要就是參考這本書 因為我是非常小就在看漫畫 早年的台灣漫畫像葉宏甲的《諸葛寺》 大概這些印象中小時候都是看過的 其他以外的當然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日本漫畫 最早的奇蹟是我十五歲的時候 當時有個出版社 清文出版社他們主辦第一屆的漫畫獅子獎 就得獎之後 當然會對於成為漫畫家這件事情 會變得比較有新鮮 不過後來接下來十年之間 其實我參加的比賽大部分都是落選的 但這世界上有很多人能夠畫漫畫的時候 我聲稱說他們非常愉快 不過這種事情突然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因為我畫漫畫的過程我都會覺得很麻煩 覺得很痛苦很容易想到不開心的事情 所以最愉快的方式 就是只有在作品完成出版之後才會覺得愉快 在面對工作之後在畫圖畫到一個程度 你就很想要逃避一個限制 就是大部分我就會跑到附近的書店去 或者是跑到台队車站那邊的 專門賣模型玩具的那個地下街 大概就是藉由這些方式 就是卻讓自己的心情好一點 這本書很多讀者看到最後面的結局 他們提到的這個人物 雖然所有人都覺得他是蔣介石 但其實我整本書從來都沒有說他是蔣介石 很多以前的事件過去發生 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事情 其實現在 跟我們現在看到國際上發生的很多事情 其實都會有所謂的即時感 是我真正的目的還是 其實是希望它能夠讓台灣人讀者看的時候 會有某種親切感 在台灣畫漫畫 它不容易像日本漫畫家 能夠有高手 你一定是因為對這件事情有愛 才會選擇去做 既然已經做了選 不管它的結果是如何 因為你就不需要 為過去所做的決定有任何的後悔 是否知道 我再渡輯 在台灣溫畫 你想想想想想想如果 為何他們會想想想想想想 你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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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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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